上個禮拜主要是繪製圖表裡面的直條圖跟圓形圖 這個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白板 就這一個啦 這個跟這一個 然後按一下直條圖就是產生直條圖 按一下圓形圖就產生圓形圖 然後刪除圖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大家DEMO一下 按一下有沒有 一個直條圖就出現了 按一個圓形圖圓形圖出現了 按一個刪除圖 刪除圖就結束了 OK好這個是上禮拜的東西 至於程式的話 當然你們可以再回頭看那個影片 裡面的話不外乎就是幾個東西 把這次稍微放大一下 不外乎就是錄製聚集之後有沒有 把那個動作錄下來 然後稍微修改一下 裡面最重要就是 這個ActiveShoot這個工作表的 Shape就是產生一個圖 這個圖的話就add一個chart 而且用2的這個方法 沒有2的 沒有2的話是舊版的 然後面這兩個參數是什麼 是哪一種圖 就是直條圖 直條圖就是這兩個參數 另外的話放哪裡 放在這個位置的 什麼 我要放在這個位置 按一下這個按鈕 這個位置是12儲存格的左上的這個點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基本上 12儲存格的左上有沒有 左上 所以一個是左一個是上 然後另外的話寬的話是300 高的話是200 有沒有就是給這個 所以最重要是這個部分後面 再加上4個參數 另外的話如果要把圓形圖做出來的話 那一樣嘛圓形圖部分 其實就是多增加 其實就把這一個 4個參數 底下複製過來 再讓它怎麼樣 把左的部分 這一點是左 左是水平的方向 讓它移動有沒有 移動300 因為它寬當好300 所以讓它移動過來300 放這裡 那就是把它加300 其他都一樣 你可以把它繪製出來 那今天大概就是把 在刪除的話 刪除圖的話部分 其實就是怎麼樣 在這個刪除圖部分的話 就是在增加一個 所謂的那個 目前的工作表 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用那個 因為它叫圖表就 Chart Chart Objects 就是裡面的所有圖表 我要把它什麼 Delete 記得喔 這邊有個S Chart Object 就是圖表物件 S就是複數 裡面所有的 都幫我Delete 對著 OK 那特別注意 前面多一個Count 就是算一下裡面 如果大於0的話才3 如果裡面等於0 就是沒有圖 就不要刪除 因為如果沒有加這個 邏輯判斷的話 那會造成錯誤 OK 那這個是第一個 接下來今天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再往下 所以前面的部分是 直條圖 然後圓形圖 這個部分都有 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有關 假設啦 我今天要針對 所謂的那個 天氣部分 因為最近天氣其實不太穩定 如果我今天希望畫一個什麼呢 有關台北市的 台北市的這個1到12月份的什麼 1到12月份的這個氣溫的那個什麼 一個一個支條圖 那另外的話呢 也順便這個 這個會是一個所謂的降雨量的一個直條圖 把它放在同一個圖裡面 降雨量 那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如果直接看數字 當然可以看得出來 哪個大哪個小 不過其實說真的 看圖的話更直覺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要把這個資料 第一個 先把它下載下來 那這邊你會發現 這個資料 剛剛我已經給各位了 但這個資料其實剛剛氣溫 其實就是 把剛剛那橫向的貼到變直的 那貼的話其實可以用轉字 它可以貼上 1到12月份的氣溫 1到12月份的降雨量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待會要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我希望做個組合圖 什麼叫組合圖 畫出來 我希望把這個圖 按下這個按鈕之後呢 它可以幫我把這邊的資料 這邊的資料 當然它最左邊是月份 月份的話是水平 1到12月 然後它的什麼呢 氣溫幫我繪製到 這邊有個折線圖有沒有 然後呢 降雨量的話呢 來幫我繪製成直條圖 你會發現這樣就很清楚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一年當中台北氣溫最高的月份 是哪一個月份呢 氣溫 氣溫是藍色的嘛 OK 你會發現應該在這裡 那降雨量最多的應該哪個月份 降雨量看起來 應該是這裡吧 9月份 OK OK 不過看起來好像今年剛好顛倒 今年好像因為沒有颱風的關係 所以好像9月都沒有什麼下雨 反而現在12月份 你會發現 這個降雨量好像跑到這邊來了 有沒有 所以前面不下 反而變成下後面的 反而變成下後面的 而且一直下 昨天是冬至吧 昨天嘛 前天嘛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二嘛 禮拜一 禮拜一 你過那麼快 好 那你會發現 有一句俗言 就是說 那個 那個 施冬至 然後 剛過年 如果 冬至 假如是下雨的話 那 過年的時候 就會是好天氣 那如果剛好顛倒 如果是乾冬至的話 那就會失過年 所以這個其實還蠻準的 像去年的話 剛好冬至的時候是好天氣 所以過年呢 就真的是 整個就是非常非常的下雨 OK 所以 今年看看吧 也許 我要看 如果冬至 假如說下雨的話 那希望過年的時候是好天氣 不過因為現在什麼 現在反聲音現象的影響 所以天氣可能也不太穩定 不知道會不會過年也是好天氣 所以請各位 第一步 先幫我把這個什麼呢 雲端上的資料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先 當然第一個 我的資料欄在這裡 第二的話 請你把資料 在哪裡 這個地方 有沒有 在雲端白板的第六頁 就是製作圖表的第六頁部分 把這個資料把它選起來 選1到12月 這個表格全選 Ctrl C 然後請你把它貼到哪裡了 先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把它貼到它的B2的位置 有沒有 這就有資料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會是一個圖表放哪裡呢 放F2到O2 然後再到這個 等於是說對齊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的高度 那寬的話 剛好F到O 幫我把這個圖 剛好就放在這裡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當然如果你不會做的話 可能還是需要什麼 1選取B2 跟上B3上面這個不要選 B3到D15 插入一個什麼呢 插入一個這個 那直條圖 那你會發現 直條圖出來了 但問題位置不對啊 所以以前的做法 移到這邊 然後把它拉寬到O 然後拉高到底下 假設這樣 可是問題 如果我們希望做很多圖 每個都這樣做的話 浪費時間 有沒有辦法用程式來完成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你會發現喔 氣溫部分 因為如果我說氣溫跟降雨量 都是直條圖的話 而且它其實只有一個軸 這個軸的話 你會發現 它是以降雨量為基準 所以變成氣溫怎麼樣 不明顯 都一樣低耶 哪看得出來到底是幾度 OK 所以理論上應該最好的方法 方法就是 在旁邊再增加一個所謂的負軸 這個負軸的話 就是反正你降雨量 你的刻度用這裡 那我的氣溫的話呢 我的刻度用這裡 反正我們互不干擾 要怎麼做 你先插入那個直條圖 按右鍵 然後呢 記得喔 選取氣溫的部分 變更 這個什麼 數列圖表類型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因為它偵測到 這裡面有兩個資料 所以它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要用組合式的 當然就是 那如果說呢 我希望另外 把氣溫放一個負坐標軸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把旁邊增加一個坐標軸 可是如果你副坐標軸打勾的話 按確定喔 你會發現它疊在一起 為什麼疊在一起 因為它其實 主軸跟副軸 它只有一個地方可以放這個軸 所以理論上應該要把它分開 那怎麼辦呢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剛剛這個地方 記得喔 把副坐標軸打勾之外 另外不要用直條圖 因為兩個都直條圖 會疊在一起 所以怎麼辦呢 那我就把它改成什麼 折線圖好了 讓它這個 你降雨量用直條圖 那我這個氣溫部分 我用什麼 含有資料的這個折線圖 就是上面有那個 Marker 就是它的那個標記喔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按確定 那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也就是說喔 這樣子來看資料的話 你會發現就清楚很多了 氣溫嘛 最高它就是到3速 0到3速 那降雨量的話 是0到400 反正你 你這邊 看這邊 你這個 看這邊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相對的會比較清楚一些些 那只是說 我目前做的動作 假如說喔 你有很多的類似的圖 要繪製的話 我希望呢 假設這邊 像那個中央氣象局裡面 總共它側佔有25個 那你如果每個每個都要把它繪製出來 變成說你每次都要圖把電鋼做一次 然後每天 那每天氣象又變的話 你每天要再做一次 那有沒有辦法喔 你乾脆一次 然後程式一直行 就引導我永逸了 那所以怎麼做喔 但第一個啦 你可以先試一下 我剛剛最重要的是 插入那個選取喔 這個範圍 然後插入這個圖表 記得是直條圖 插入直條圖之後的話 移動位置 OK 也許你就可以把它錄製聚集 最後這個地方 按這個按右鍵 記得按這個啦 上面這個 藍色的地方 然後變更 數列圖表樣式 選擇這個打勾 這個把它改成這個 OK 含有資料標記 按確定就可以了 再來就把上面的標題 變更 就完成我們要的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